下面的我們的動腦時間是要請你再研究一下 因為這題目有人有變化 有變化 要了解一下我到底做了什麼 就是當初課本做實驗 知道你了解什麼控制變音跟操縱變音 改變了什麼什麼沒有改變 所以我可以知道什麼結果 好 剛才那個做法 把法馬從滑車移到襯盤上 誰改變了 誰沒有改變 誰改變了 誰沒有改變 F等於MA 改變了誰 沒改變誰 改變了誰 沒改變誰 這我剛才在過程中我已經講過了 在過程中我已經告訴過你 他改變了什麼沒有改變什麼 把我們的做那個滑車實驗 把法馬從滑車移到襯盤 我改變了什麼沒有改變什麼 No.5 必須何 我改變了什麼 沒改變什麼 改變誰 改變受力大小 沒改變誰 沒有改變受力之樣 請坐 就沉沉沸ao 受力就是襯盤那邊的重量 所以一到襯盤去你就改變了 الا 受力的大小 受力的質量是全部在一起 所以怎麼搬還是一樣大 確實的? 所以他改變的是受力 大小沒有改變質量 F等於MA 然後M沒有變 所以F跟A會成正比 所以当初要你做实验去量时间 有距离量时间算加速度 然后看到力量 要你去验证一下 力量会更加速度成正 有人把题目稍微变形了一下 那个砝码拿起来 没有放到蹭盘上 拿到旁边放 丢到旁边去 拿起来放旁边 请问你 它改变了什么没改变什么 现在做实验 滑车正盘 连起身边有几个把码 不管它 滑车上有把码 然后把滑车上的把码拿起来 放到旁边去 那你改变了谁没改变谁 你改变了什么东西 什么没有改变 什么东西没有改变 就是有人有一种变形 把它改换一下 换一种 换一种状况 然后呢 所以计算上就稍有不同 然后就问一些别的状况 一些情形 我们26 26 我问的问题是改变了什么 谁没改变 你改变了什么 受力大小 改变了受力大小 你改变什么 质量 改变质量 请坐 你的这样答案不跟前面答案是一样的 改变质量 然后没有改变 你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现在坐下来真的多 我现在坐下来真的多 吊 吊盘内边的力就是受力 吊盘内边没有改变 所以受力有没有变 没有 全部的质量叫受力质量 把它拿起来放旁边 所以质量会怎样 变小 受力质量 所以你改变了受力质量 但是没有改变受力大小 F等于M 你改变了M 但是没有改变F M跟A要成 反比 反比 就是让你做实验认证它成反比 OK 这是第二种的变形 那还有一种变形 还有其他有两种 另外一种当然是题目 就是有摩擦力的那种 现在还有另外一种变形 另外一种就是这种 就是啊 那个滑车啊 滑车 滑车跟那个最前面的距离是两公尺 可是吊盘跟地边的距离呢 只有一公尺 所以吊盘掉地上之后 那滑车还是怎样 继续往前走啊 他就问你哦 滑车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要做什么运动 让你选就好 等速度运动或者是 等加速度运动 如果没有在受力 有什么运动 等速度运动 如果持续受定力最后是什么运动 等加速度运动 我再说一次哦 旁边的吊牌已经着地了 旁边的吊牌已经着地了 滑车去往前走 这个继续往前走这一段 他做什么运动 这也是有人考试的变形 我问后面这个部分 另外一种变形 他做什么运动 他做啥运动 对啊 二分之一机会猜对 希望你会猜对对 十二号 等加速度 你说等速度啊 请坐 等速度运动 因为他吊牌着地之后 地面就撑住他了 那还有没有重力往下拉 没有了 所以有没有在受力了 没有在受力了 没有受力了 所以做什么运动 等速度运动 就是另外一种 屏幕的变形 再多位一点的屏幕的变形 好 着地之后不受力 牛对一 做等速度运动 这就是 我们对于滑车实验的探讨 我这样子做 是改变什么什么不变 那样子做 改变什么什么不变 会得到谁跟谁成正比 会得到谁跟谁成反比 诸如此类的 需要你能够彻底了解 滑车实验 那个谁受力 受哪些力 然后呢 何力是多少的想法 这就是我们的动脑时间 十二 所以我会变得到 我会变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